大家好 2月4日升旗易得道 2月4日是星期二來的 正日 塞浦路斯易得道 今天仍然是John Conner 大家好 和Tony 渣1.5 繼續跟大家在塞浦路斯發聲 其實現在錄音時間 是塞浦路斯2月3日晚上 不過應該是香港的時間 2月4日清晨 是清晨來的 出到街 應該都要在2月4日下午了 想跟大家說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 早 10個8個小時之前 這個臨屬林鄭月娥就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賤人 賤人說什麼呢 就是 有幾個口岸會停止服務 從來不敢說封關這個字 封關兩個字他連打死都不肯說 這是禁忌來的 我們跟我們同行的團友就是在播放他的直播 大量的人就是 爆粗了 叫他刪機 不想聽他的聲音 主要來說他的內容都是 不用封關那兩個字 每一樣東西 居然又跟你說怎麼一國兩制 中央政策 然後現在就是 上面已經停發 一簽多行 一簽多行 一簽一行 那些東西就在說這些 如果 按他的說法 這些全部都是 單方面取消 一簽多行的政策 那其實你 香港政府你這個位置其實是做什麼 其實你是做什麼 你是出來負責開記招 負責出來拉興記者和香港市民 出來說中央政策 中央政策是輪到你說的嗎 我們是潛穴了 你知道嗎 這些是要朱舊族的 要點天燈的 知不知道林鄭月娥甚麼是點天燈的 你可能有機會 又或者被人制成人質 遲早了 不怕你 現在香港的情況 真的是水心火熱 因為 大規模的內地人其實已經有 幾個口岸進入了香港 香港現在究竟有多少大陸人 不知道 好像說封關之前 最後一天也有二十幾萬大陸人 那麼你想想 一萬人進來 已經足以令到全香港人中毒了 何況有二十幾萬人 所以大家真的要做足以防措施 現在口罩越炒越貴 我們在外國 網友幾個渠道幫你訂的貨全部 全部都斷了 全部都買不到 我們本身在塞浦路斯 本身由10元一盒 歐元的口罩 已經炒到29.9 即是圍到 206-207港幣 一盒 你們是不是聽到很開心呢 不用開心了 我們已經這個價錢買不回來 已經沒有貨了 29.9也沒有得買 所以 這是一個 全球性恐慌 我們其實也很幸運 因為緊接著我們入境 已經是周圍 很多國家已經是陷入恐慌 不讓你們入境 最新的不讓香港人入境 就是以色列 因為本身我們打算去耶路撒冷 一天 我們打算去這個 郭南高地 加薩地帶 當然就去不成 沒辦法跟哈馬斯接觸 也沒有辦法跟這個 發泡黑商談一些合作 或者有些什麼業務 大家有些合作 真是好可惜 比較可惜 我們了解一下 怎麼罷解 希望了解罷解的運作 還有哈馬斯的 他們對於反抗以色列的心得 你們經常說我們要搞恐怖主義嘛 我們就學習一下吧 不做給你看 怎麼可以 所以暫時我們也沒有辦法向這邊 跟他們接黑 希望將來有機會 但是我們也會 尋找不同的渠道 看看有沒有一些可以戴多少口罩 現在是這麼嚴重的 說真的 一個人可以戴多少 現在我們在外面海外訂回來的一千 二千 五千 全部都被人 取消訂單 這個才是嚴重的 還有很多地方被人搶到沒有貨 根本買不到 下了點 人家也不讓你住 人家先給大陸佬 因為大陸佬給高價嘛 所以那個 封關 死都不封 其實他現在是停靜深圳灣口岸 還有機場 如果搭飛機來的話是可以隨時來到香港的 而且深圳灣 今天中壘最新的消息是這個含家產 加開這個班次 在深圳灣 來香港港九新界 每個地方都有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匪來的 中壘社 他簡直是 坑害香港的 究竟想把獨大在哪裏 鬼不忘你司機個個都中了武漢肺炎 然後司機傳染給上級 一級一級傳上去 讓中壘總經理在香港病死 這個書記就在香港 那些黨委真是沒有好人 每一樣東西都是坑害 當然啦 武漢那些人逃亡 其實他們 他們真的是 在逃避 被你逃殺 逃避死亡 其實他們進了醫院後 也不會幫他醫治 基本上就是等於 被他困住 讓你去死 所以他們逃命是正常的 坦白說 再說多事 你站在人道立場 這個是說真的 但問題 大家如果要說人道 那你會不會顧香港人呢 香港 只是1100平方公里的彈圓之地 面對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共 或者擁有13億8千萬人口的中國大陸來講 香港究竟這個好人要怎麼做呢 是沒有可能做的 因為你起碼顧好香港人的福祉 香港醫療體系 香港人納稅請一班醫護 建這麼多醫院 主要是要來 起碼第一 照顧香港人的保障生命財產 如果你連香港人都保護不了 你拿這些資源去 照顧13億8千萬人 說出來是不是很可笑呢 而且防疫一定要首先 要先照顧好你自己的身體 要先照顧好你自己的身體 等於你要照顧好這裏的人 這裏是安全的 有餘餘力再幫你 一定是這樣的 為什麼特首 林鄭月娥住禮賓府 她不把所有姓林的和姓鄭的都招呼了禮賓府住 她說你家那麼大 你也住不了了 是不是 說不通 為什麼 原因是你家那麼大 你也不招呼所有姓林的人住 香港 這麼小的地方已經住了700多萬人 你還要招呼13億8千萬人 怎麼招呼 你憑甚麼叫別人不要脅迫你 別人罷工就叫別人脅迫你 結果跪下了 就是因為罷工有力 令到那些人跪下 今天我們要說那個清算 那個清算要第二節說 因為始終林鄭月娥還林鄭月娥 那些清算要另外一節說 林鄭月娥真的怕你罷工 如果你不罷工 對政府構成不了壓力 她說得你慘了 她找不到醫護回來的 這個是百分之一千的 其實你們一不做 她就沒有你 你過往的抗爭 你搞爛交通 說你這件事 那件事就動你示威者 抓你犯法 你做其他事情 就找人打破你的頭 然後你集結 取消你的集會 然後你打印通知書 每樣東西都是針對 黑制著你們 好了 到這件事了 其實 他很被動的 他完全沒有負責 要逼你開工 他才 沒事 如果你已經不開工 他已經搞不定了 還有 如果有五千人請病假 我可以告訴你 他會即時攤判 因為其他人都會覺得 我還要你那份 那其他人怎麼辦 這件事一早說 其實一早 回到最早抗爭的時候 叫警察罷工就是這個意思 你又不做 他又不做 誰做就沒有人做 就沒事了 你們就是要走出來做壞事 現在警察 基本上他就等於跟全香港人作對 醫護就是為了保護香港人 你為了逗那份糧 就是出來摧殘香港人 所以不死也沒有用 你們就是該死的 你們應該被人詛咒 全家截肢 全家肺癌 全家肺炎 應該不用肺癌 肺癌沒有用啊 肺癌很快死啊 肺炎好啊 因為肺炎好 肺炎好 肺炎好快死了 不是啊 她最好是有得意的 因為 因為肺炎好 肺炎好 呼吸也很困難 林鄭最好讓她有齊 林鄭現在你看到 全香港人都看到 包括親政府的藍絲 她是故意跟你玩東西的 沒錯 故意害香港人 你們說罷工不讓她罷工啊 你們不要做逃兵啊 然後有賤人啊 跟著後風說話 這些人一定會死得很慘 逃什麼兵呢 不如你來做吧 她來不去 逃兵 現在的問題呢 打仗的方向不是保護香港人 如果你一場戰營是保護你那個國家的人民 你為國捐區是應該的 或者是軍營的職責 但現在的問題是 你做這件事不是來保護你香港人的 你是要保護大陸人的 那我哪會跟你打這場仗啊 你是不是傻了啊 我起碼作為一個 軍人 我是不是保護了我的家園 我的家人 我會來保護你家人和你的家園嘛 現在的問題就是 香港政府是代表了誰 你代表了誰 你代表了大陸 你又不是代表大陸 代表香港 你又不是代表香港 林鄭月娥就不代表香港人 但是在統治香港人嘛 所以人家反你是正常的 應該是反的 香港人就太耐用了 如果在外國 一早衝去禮賓府 把林鄭月娥生琴 然後把他吊死 卡達菲 一刀拆屁股就說了很多次啦 這個傻子現在 鬆無鬆役 這個傻子自從覺得 鬥低了黃志文 你以為 鬥低了黃志文你沒事 說真的 這件事 接下來有很多人落鑊 武漢官場一定是大清洗 中共會不會倒閉也不知道 你真的那麼過癮 牙斬斬 叫人不要戴口罩 說世衛學人 拍馬屁 跑到出血了 老實說 說起世衛 全世界都知道世衛是收取了共產黨錢的五毛 甚至乎 那個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陳芳夫真假扮 所有東西都是幫中共塗脂抹粉 每一句說話都是拆鞋說話 好像太監 拆老細鞋一樣 現在我們 面對那個危機 其實是未解除的 原因就是現在那個情況會持續多久 沒有人知道 而口罩那個 那個需求 全世界 都被中國人 扯了 中國人一看中的東西 基本上是寸草不生的 真的是黃蟲來的 因為十幾億人要買口罩 每個月要帶一個的話 每個月 就需要 420億個口罩 全世界的工廠 哪有可能 全世界的工廠 日以繼日生產 都不夠做 都出產不了那麼多口罩 當然 口罩的利潤 我們也分析過了 其實買45元一盒 還有二十幾三十元賺 你想一下 廠不用賺了 廠的賺了多少 基本上每一盒的成本的成本是低於15元 現在 賣到幾百元 香港已經賣到500元 600元 800元 1000元 你想一下 那個利潤那麼厚 是不是發死那些做口罩的人呢 即是說 有生產開的 醫療產品就會發達 因為未來你不知道 還要戴多少口罩 疫情會擴散多久 這個是最嚴重的 即使我們以前有靜一點口罩 未來也應該沒有 一定不夠用 大家已經說要用那些 豬嘴 6200 60926 或者再加快2097的棉 那些其實是可以的 跟N95一樣 就是防菌嘛 我們其實現在 正式呼籲 我們在海外的聽眾 幫我們訂一些 2097的淚綿 因為 60926我們也還有貨 口罩我們還有少量存貨 但是淚綿就沒有了 一般罐6006也可以 普通罐都可以 因為6006的罐 還有可以洗的 你可以拆出來洗的 只要加一塊濾綿 其實那塊濾綿 用完就可以放棄 就可以省著來用 一個罐可以用一個月以上 一個罐理論上可以用一個月 如果真的要 抗日持久搞幾個月 你也可以重複使用 每天回來用酒精 當然我們不是醫生 我們不能給你100%準確的意見 但是沒有辦法 你沒有了口罩 你這個你也要戴的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知道也沒有辦法 關係不封的嘛 現在其實也沒有封的 現在也是沒有封的 也是等於封的 繼續有人下來 不斷地擴散 所以其實真的有這一天 這個真的有機會發生 而且 你不知有多少病毒帶來了 這個最大的問題 是這樣的 現在怕是怕社區爆發 報紙已經登了 黃布花園有一個 由兒子傳給老母 已經是有本地人傳人個案出現 其實不止的 之前 那個在武漢那個人 七十多歲的兩夫妻 帶他來香港 傳染給他自己的女兒 周圍 他們是不向衛生署 我那天特地開了一節 去封的 然後衛生署在那邊踢球 你知不知道他們那個記者 好像是 足球場風雲那樣 在那邊斬球 賤到 對於他們 真是正中含家產 左腳右腳在那邊交球 說不關你的部門事 其實你們是做甚麼靠差事 總之 整個政府 都是混蛋政府 這個整個班子 我告訴你 全部都要上聯合台 將來 其實都應該判死刑 其實是 一定要判死刑 你也要等吧 大陸的群眾不會反抗 你真的以為很過癮 還在這裏 隨時一呼百應 這次 我們隨時是等到的 一鋪就讓中共收棄 這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講一講醫護 好